各位文友,各位前輩,大家好 我是北德州文友社的社長林良茲 非常歡迎大家今天來參加我們的線上講座 今天的題目是《楊將寫作精神的啟迪》 我所邀請到的獎人是北美華文作家協會的現任秘書長 龔澤宇女士 我先介紹一下龔女士 她是主籍福建省建江縣的人 但她生長於台灣 于府仁大學畢業後 就來加州伯克萊大學公讀博士學位 她目前住在馬里南州 是位大學教授以及資深的科學研究員 她有160餘篇英文的科研著作 擁有數項的發明專利 剛獲頒2022年資深研究員輻射科研獎 所以她在理工方面有很傑出的成就 但不只是這樣 她在文藝方面也非常的卓越 平常喜歡寫作、唱歌、大大提琴 曾經擔任華府華文作家協會的會長 也是海外華文女作家協會的會員 那目前是北美華文作家協會的秘書長 還有就是她這幾年來 她的文藝創作都得到很多獎項 像2020年曾經榮獲 安心文學散文獎 還有2021年海外華文住宿獎散文獎 還有今年得到南加州作學所舉辦的 美洲文學獎散文獎 同時她著有八本書 不此之外 澤韻還是我們北美華文作協 很漂亮的一位美女 眾所說的一位美女 她今天要來跟我們分享的是 楊將的生活背景和寫作特色 還有楊將的散文和劇本 以及楊將的小說風味 那在將時間交給她之前 要提醒各位 請將你們的麥克風靜音好嗎 這樣才不會干擾到講員的演講 接下來我們就將時間交給龔澤韻 謝謝 謝謝啊 謝謝梁子這麼精彩的一個介紹 我真是不敢當 因為我首先要謝謝她邀請我來 那那個來講這個楊將的那個寫作 因為楊將她的那個著作非常豐富 所以讓我先來share那個screen 之後再我們來開始 好 非常好 那今天的話是 這個2022年7月16號 那個楊將呢 她是在1911年的7月17號 出生在江蘇無錫 那麼7月16在中國大陸的話 已經是7月17號了 所以事實上的話 今天講起來是她的生日 而且是111歲的生日 哇 那麼你看啊 她從1911年出生 她那年剛好是我們中華民國成立 呀 之後她就碰過那個北華的時間 然後又碰過一戰 又碰過二戰 然後之後 我們中華民國到台灣去了 然後她又去了英國跟法國留學 回來又到了那個 我們當時的那個中華民國 那麼之後到1949年 他們留下來 然後她又經過了三反五反 然後文革 到之後經濟大開發 就是那個鄧小平的 那所以她這一生 她又回到105歲 對吧 那2016年才過世的 所以她這一生 事實上就是等於我們 中國近代史的一個 一生來的 她的寫作 又是非常根據她當時的情況 然後那個記錄 所以她的文字 具有歷史的價值 那我們來看看她的那個 下一個 下一個 對 我能動 現在不動了 你按那個可不可以 你按一下會不會動 不會動我就來JR 我來看看 她不動耶 那不然你退出來 不用我再JR看看 好 好你來 你來開始 所以她這一生的話 她的所有的寫作 事實上反映了一個時代 中國一百年以來的這個 整個的這樣的一個變化 具有非常好的一個歷史價值來的 那麼第二章的話 就是文友社的美工替我做的海報 那這個海報裡面 你看它的顏色非常的豐富 所以這個文友社裡面 他們是人才記記 什麼樣的人才都有 那麼今天除了就是文友社的人 我們北美 就是海外化的美作協 也有幾位文友也出現了 然後我們法府作協也有文友來了 還有就是那個北美作協的朋友也來了 下一張 請不要 所以我們非常非常的感激 有這樣的一個機會 而且我還在這裡 碰到了我的大學同學 忠雲 陳忠雲 還有她的姐姐 都是出國以後 就再也沒有見面 所以真是喜相逢 有這樣的一個 那麼大好的一個機會 那當然也是一位 現在文友社的副社長 那個張欣雲 他在中間牽線 所以我們才有機會 彼此能夠見面和認識 那麼今天的內容是包括了三方面 就是洋將的生活背景和寫作特色 這是第一點 然後第二個部分 就是洋將的展文跟劇本 那第三的話 是洋將的小說風格風味 他的筆觸 這方面的一些分享 那下面一張 那麼 我以這個問題 我以前也問過大家 所以我今天也來 因為今天可能有不同的人來 那我都最喜歡問家說 你最喜歡或欣賞的作家是誰 通常就是你欣賞跟喜歡 是因為你個人的基因 還有你個人的生長的環境 所以會影響了你決定 你喜歡什麼樣的風格的文章 什麼樣的一個作家的一個背景 這個樣 我喜歡洋將 因為他的出生非常的單純 他有一個非常愛他的父母和家庭 他的家庭裡面兄弟姐妹有八個 所以是非常熱鬧的一個家庭 那麼父母愛他們 而且是就是說也是有教育的那種 家庭來的 所以那個洋將本身 他的基因還有環境來說的話 讓他成為一個蠻好的一個作家 另外一個就是我說 寫作裡面到底有沒有這個道德底線 那麼這個是見仁見智 我相信大部分的寫作的人 他們都還是心中有一個道德底線來的 下一張 所以在這裡呢 我們就文學要有個定義 那麼什麼是叫做文學 文學就是人類生活的一個折射 精神的結晶 心靈的記錄 是自然間無法獨自完成的一個產物 具有思想性 理想化 道德起敵的作用 那麼這個文學呢 它就可以安撫人類的心靈 在我們整個人生裡面 在整個歷史長河裡面 我們都有高高低低的起伏 那麼痛苦喜怒哀樂都有 這個文學它就達到了一個紀錄 而且也是一個安撫 我們靈魂的一種方式 所以文學它本身是一個 不斷在向前走的一個產物來的 下一張 那麼文學教會一個人 我不講同樣的東西 而且努力去探索 有效表達意念跟感情的一種方式 他的諾言就是我們心理的一個生活 所以他把我們從一個只是衣食住行 吃喝 什麼樣的一個最基層的一種生活 提升了我們到一個比較好的一個精神生活 然後有一個較好的精神生活 它可以提升我們到一個 就是說心靈的境界 然後升華 這種樣 所以文學中有預言 有描述 有故事 有各式各樣的東西 都是因為我們有這樣一個精神的追求 才會有這樣子的東西來的 下一個 please 那在文學上呢我們可以分類了 因為就是它比如說 由在體來分的話 有口頭文學 書面文學 網路文學 時間分的話 又是古代 近代 現代 當代 那地域分的話 又有外國跟中國文學 那讀者年齡的話 又有兒童文學跟成人文學 還有就是不同的種族的話 還有就是說民族文學 宗教文學 信仰的那個 所以就是說 因為內容不同 年齡不同 什麼 他們的分 那麼楊將來講的話 他事實上 他是不是一個紀實文學 或者說是報告文學 因為他都是以當時 發生在他身上 而且跟他當時這種環境 非常緊密的一個連結 所寫下來的一個文章 所以在他的文章裡面 你可以看到那個時代裡面的變化 那加上我跟大家 剛剛一開始說 他活了105歲 105年 也等於是中國近代史的一個變化 一個紀錄者 下面一個Piece 那麼文學裡面的發展 就是我們都知道 從古詩十九首 有詩經 到後來有那個 唐詩宋詞 然後還有戲曲 然後到後來有小說 小說事實上 集合了詩詞曲 然後再加一個故事 那麼這個的話 我們就以那個什麼 《西鄉紀》 《草雪群》的《紅樓夢》 都是最大的一個代表 你看裡面有詩有詞有曲 然後還有故事 現在可以做 所以小說是最難寫的 抬起來的話 它就是難度特別高 那麼講到藝術的發展的話 也是由詩、舞蹈、戲劇、美術、音樂、 建築、雕塑、電影 所以電影所謂是第八藝術 那就是電裡面 它包括了前面的七種不同的藝術在裡面 所以電影事實上也是這個 藝術發展裡面的最高峰 所以就是說我們喜歡讀小說 我們喜歡看電影 就因為它集合了很多的那個諮詢在裡面 所以我們會得到很大的一個快樂 下面一個Please 那麼好的作品是什麼呢 好的作品的話 它是有思想性、有藝術性、有樸實關懷 然後當然還要寫得好 那麼楊將的作品 剛好就符合了這些規矩 或者這些的merit 就是規範 所以楊將的作品 它是屬於好作品來的 這也就是為什麼我們去喜歡 去讀它的那個文字 然後在裡面我們得到共鳴 有時候還有一種安撫的功能 下面一個Please 那麼下面的話 我是要跟大家說 為什麼要寫作 楊將為什麼要寫作 楊將他寫作的話 他是這一方面當然喜歡 因為受到父親的影響 然後二方面的話 他有這個能力 所以他去寫 那寫作的話 每個人有不同的方式 就是來解釋這個寫作的一種需求 那個比如說卡夫卡 他說寫作對他來講是一種祈禱 那麼對於哲學家阿多諾 他就覺得說寫作是 失去故鄉的人 他要靠寫作來達到 找到他居住的地方 那我們的大作家 坐在紐約的大作家 施數清就是說 我們遠離故鄉的人 就像我們大家在這裡 都是遠離故鄉的人 寫作是我們居住的地方 所以在這裡 我們在紐約在寫 在華盛頓地區的人在寫 在加州的人也在寫 為什麼 因為我們在我們居住地裡面的所見所聞 變成我們內心發酵以後的東西 我們寫了出來 那麼柯品文是台灣的作家 他就說寫作是一種自我召喚與救贖 的一種修煉的儀式 我不曉得楊將有沒有這麼樣子的 一個心態在裡頭 這我沒辦法從他的作品裡面 感覺到這個樣子 但是我覺得他更多的是 在抒發他自己的心情 他要即使以外 他還要把自己的感覺 就用他的筆記錄了下來 那麼另外一個余杰 他說是記憶的捍衛 那麼這個倒是我非常非常同意 因為你不寫下來你就會忘掉 所以書寫它是一個很重要 日記也是一種書寫 那麼那個發表文章 它也是一種書寫 而且這種書寫的話 是一種用一種共同記憶的一種方式 來捍衛自己的一個記憶 我們的北美法文總會長 他也曾經說過 他說他為什麼要寫作 因為他要記憶 把它記下來 要有個記憶 永遠的記憶 他可以傳在他的家族裡面 當然因為他也發表在報紙上 所以我們大家也就跟他的記憶 在共享這種樣子 那我個人的對寫作 我喜歡寫作 是很簡單 因為我有時候裡面 積了很多東西 我就靠寫作出發出來 那我是用寫作來完善自己的人格 因為我等於說把自己 重新整理了我的思想 我的思緒 然後來安置自己的靈魂 因為畢竟我們大家 一生下來的話 我們除了就是說 最簡單的衣食住行以後 我們都有精神的追求 尤其我們有宗教信仰的話 這個追求就是奔上一層樓這樣子 下一張Please 那麼在楊將來說的話 我想對他來說 他那個書寫 也是一種自己靈魂的安置 尤其他這一生 經歷過那麼多不同的事情 那麼楊將這裡就是說 1911年的7月17日 生在北京 那本人呢 他的名字是要楊继康 所以他爸爸他們 都叫他們阿祭 叫他阿祭 這樣子 那是江蘇 說吳錫仁 下一張Please 那麼這一張是他的媽媽 然後呢 他在1923年的時候 在啟明上學 後來全家就搬到了蘇州 然後28年的時候 報考清華大學 但是因為南方沒有名額 他只有北方有名額 這個名額是怎麼 就是女性的名額 所以後來他報考東吳大學 說他是東吳畢業的這樣子 那麼732年的時候 他從東吳大學到清華去戒讀 認識了錢中蘇 因為這個樣子 所以他們就原定一生 就是這樣子來開始的 就是1932年 那麼35年的時候 他跟錢中蘇先生結婚 錢中蘇是1910年出生的 他比楊將大不了一歲 大概十個月而已 那麼就一起去了英國 然後有法國留學 他們本來想念學位的 後來他們就覺得說沒有必要 就回來了 那就38年的時候 那個帶著一歲的女兒回國 那麼這樣講起來的話 錢淵 他女兒錢淵 1937年出生的 然後後來回來了以後 任教於上海震旦大學 還有清華的外語系 這樣 所以這個時候 都還是我們中華民族 到1943年 還有44年的時候 他寫了三個劇本 那個後面會提到一些 那麼一直都在上海公園 其中有一個 一直到2014年的時候 演了60多年 這種樣子 下面一張 那麼證明大家就可以看了 楊將年輕的時候 他們那個江蘇的人 他們的那個模樣幾乎都一樣 我有個同學 剛剛那個忠雲提到的 那個同學 金同學 他的模樣就跟楊將 非常非常的類似 那個我那個同學 他是江蘇丹養人 那個五官 那個皮膚 他們都很白 然後那個臉型 髮飾 就跟楊將非常的像 那麼旁邊這一張的話 是他們在 我不記得是在英國還是法國 留的那個 那個合照的照片 下一張 那麼這個就是他們 他在船上面 回國的路上 這時候前緣只有一歲 那麼他們就 三八年的時候 那個 所以前緣五 應該是出生在 法國 那個時間推算的話 那麼 他後來生病了 或是什麼 是在中國 這樣 下一張 這個是他們一家三口人 那麼是四六年 那麼這裡的話 前緣的話 應該是八九歲的時候 然後後來他們都住在上海 那麼這個楊將的那個打扮 你就看到就是那種典型的 上海人的那種打扮 然後下面一張 所以楊將呢 是在五三年 五三年也就是已經是變成 中國人民共和國了 然後轉到了北大 中科文言學研究所 外國言語 那個這就是北京 那麼1956年的時候 他的那個基爾布拉斯出版 然後到六五年的時候 唐吉科的 就翻譯完畢 這個是西班牙文 那麼我們的那個楊將呢 他根本不懂西班牙文的 結果他就自己 那個自讀 自修 自修 學會了西班牙文之後 再翻譯唐吉科的 翻譯了十年 然後那個翻譯完了以後 還不能夠立刻出版 你看他1978年的時候 才出版 還是因為他們的一個同學 胡琼木的那個 那時候他已經是 所以說是他們的指導 他們的領導 幫忙然後才有翻譯的 不然出版的 不然還是很難 然後1981年 幹校六季出版 幹校六季這本書特別的好 因為他用的文字 非常的清淺 深入淺出的這種樣 他主要他的那個表達方式 非常的接地氣 寫著他們在幹校裡面 的那段時間 所以他那個很多就是波折 但是他們都黯然度過 那麼97年的時候 他的女兒癌症去世了 那98年的時候錢中樞去世 錢中樞是1910年出生 所以他去世的時候 他已經是88歲高齡 所以是算是喜瘦 錢元就有點可惜 錢元的話只有60歲 過世 而且錢元他的那個做得非常好 他就專門管那個大學的教材 什麼 該教什麼 該什麼的 那樣 所以他就說 對當時的整個教育界的貢獻 非常的大 下面一張 那麼楊將呢 他通曉英語 法語 西班牙語 由他翻譯的唐吉克特被公認 是最優秀的翻譯作品 那到2014年已經 累計發行了70多萬册 他是很了不起 不過比起我們的那個 那個那個那個 那個男與黑 那個王楠的男與黑 男與黑就發行了100多萬册 是創紀錄的這種樣 但是如果再想一想的話 他們之前 在中國大陸非常流行的一本書 叫那個 流氓 流氓那個 The Gap Life 那個的話 在他們當時 出版的話 那是 喜意冊 那個是在整個那個 西班國家 還有我們中國大陸裡面 非常非常風行的一本書 那也是一本我非常喜歡的書 後來他們有翻譯本 所以原本是提到宗教裡面的衝突 還有什麼什麼這種樣 還有革命 講到說愛吃糖的人 都是愛革命的朋友 那種樣的 那麼楊將呢 他的劇本 他也稱心如意 就被奔上舞台 有60多年了 2014年的話還在公演 現在有沒有公演 我就不知道 但是這個 我是在Google裡面看到的是 這是幾年前準備的slide 2014年還在公演 那麼他到93歲的時候 出版了《我們殺》 等一下我會提到一些 這次一本散文 年紀大了以後 他很多是在有回憶的 那麼也非常的風靡 海面外 那再達到100多萬冊 那麼96歲的時候出版了 另外一個散文集 叫做《走到人生邊上》 那麼13年的時候 他102歲出版了250萬次的楊將文集 我家裡這邊只收集到三本 三集 那後來到2013年的時候 他所有的著作 全部的話是巴卷 這種樣子 那麼因為我除了拿了前面的三集 我還有一些明星星的作品 所以的話我覺得我基本上可以開關他大部分的作品 這次因為準備這個slide 所以我又重新的讀了一些 那有不同的感受 有不同的那種共鳴 所以待會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麼還是到2016年的5月25日 就是李氏長池 長池 長池 小年是105歲 下面一張 那麼楊將的作品 這一般人在Google上 你會看到他們這樣講說 他國學造詣深厚 西學知識瘋薄 思想深銳 很敏銳 自學嚴謹 那半個多世紀的西學著作呢 反映一個時代的軌跡 和一個知識分子的新路歷程 那麼他的國學造語有深厚啊 還什麼的話 我倒是從他作品裡面我看不太出來 但是他的那個知識非常的豐富 尤其是西方 因為他到過英國到過法國 所以他是一個 他的視野特別的大 也就是說他比那些沒有出過國的人 對整個世界的看法 對世界的看法 他的人生觀 他的世界觀 他的國家觀 都是非常廣闊的 而這個更好就是跟我們 大家都知道劇流河的作者 就是齊邦元秦教授 他一直在強調 人要有大視野 只有在大視野之下的話 我們的思路才是廣闊的 所以我們的成就 也才能夠更加的 更上一層樓啊 那麼楊教他剛好就是有這樣子的一個 開闊的一個視野在那 那麼思想敏銳 從他的作品也可以看得出來 他的那個想像力很豐富 而且就是說他非常的細緻 他是一個滿細膩的一個人 但是他又不糾結於那些細節 他會把細節寫下來 但是他不會在細節裡面就走不出來 他不是那樣的一種 一個知識分子 所以他的那個作品裡面 他寫的很豐富 他寫很多很多 所以呢 他你如果把他的作品全看過的話 你會理解中國 也就是說我們中國民族 在過去100年裡面所發生的大大小小的事情 下面一張 這個是他們後來 你看他們夫妻要間諜情深 你可以看到他們非常的愉快 心態上非常的平靜 他們在清華成立了讀書獎 獎學金 然後把家裡所有的收集 字畫文物都捐給了清華 大概我想那邊有一個他們的博物館 或有個section或什麼樣 從來沒去過 所以不太清楚那邊的那個 但是他們這種無私的精神 就是真的代表了他們的一個知識分子 就是那種大方慷慨 而且知道要與世界分享的那樣的一個視野 下鈴鐺 please 這也是 你看他們也是笑得非常開心 我就很喜歡這幾張他們年紀大了以後的照片 因為他們臉上的表情 正好就是反映了他們這一生走過來 他們夫妻相依相福相持的 這樣子的一個美滿的婚姻 我想這也是我們大家最羡慕的一個百年好合 真的就是百年好合 下面一張 那下一張這是他年紀大了以後 我想錢公書已經過世了 那麼他自己一個人滿手於寫作 那麼整理他自己的作品 心態一直都很平和 所以他活到一百零五歲 這個也是給寫作者一個鼓勵 寫書寫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下面一張 那麼楊教的散文他寫了不少 有《乾孝六記》《江飲茶》 其實《江飲茶》裡面收集了 他後面的這個《寄前中書》與《圍城》 《回憶我的姑母》 他有個二姑母三姑母 《雜藝與雜血》《聽話的藝術》 還有《比武丁未年紀》《是》《喝茶》《我們沙》 《我在起民上學》《走到人生編上》 都學了不少 那麼他的《我們三》 就是得到了他的第一名 在那個十大好書裡面 在2003年的時候 後來就是很風行 很風靡的 然後出版了一百多萬冊 下面一張 那麼他講了這個創作是什麼呢 我覺得他這個創作是我讀了 那麼很多的不同的書以後 我覺得他的那個definition 他的定義最好的一個定義來的 他這個等話在《江景查》那裡說的 第九十六頁 你可以看到他的原文 我就把它打字打下來了 他說然後等於是我自己的筆記了 創作是一個重要成分就是要想像 經驗呢 好比黑暗裡面的上面的火 我們都看過火 我們也看過他發出來的光 但是沒有火就沒有光 所以光照所在 遠遠超過火點兒的大小 所以你看你點一支蠟燭 在一個房間裡面 你整個屋子都亮了 所以他這個光是比這個火 要來的大 那個scale來講會非常的大 那麼創造的故事 往往就從多方面超越 做著本人的一個經驗來的 他舉了兩個例子 他說比如說那個酒是怎麼來的 就是酒的話它是發酵而來吧 所以他剛開始原材料是什麼 就是葡萄 葡萄經過發酵 因為有酵母菌在裡面 然後那個里面的 葡萄裡面的糖被發酵了以後 變成了酒 這中間是一個過程 這個過程裡面所產生來的這個酒 它就是一個創作的一個想像的一個 最後的product 也就是說我們後來寫出來的東西 就是酒而不是葡萄了 所以這個創作 你如果光寫這個葡萄寫來寫去的話 那不是創作 但是你把它寫成是個酒的話 那就是一個創作 我們文學是要創作的 而不是只是記錄它原來的葡萄的樣子而已 所以他就說 作者的思想經驗 經過創作 就比發過笑而亮成的酒 那是這樣子 下一張 那麼這個創作它的原 一個一定有一個starting point 一個那個 那麼劉庸 他就講了 他說重新出發的這樣的一個starting point 有人的starting point 是從心裡面來的 下一張 那麼下一張的話 是那個陳瑞玲他說的 他說散文呢 那是就像一個赤子之心 就是一個童心 有一個初衷 就是王陽明說的初衷 那麼初衷 他就像是水管裡面流出來的是水 那血管裡面流出來的是血 對吧 他們都有一個源頭是什麼 所以這個創作的一個源頭 他就是我們的赤子之心 我們才會想要去寫 那寫出來的東西 他才有一個創作力在後面 下面一張 那麼下面一個的話是張秀雅 對 張秀雅雅說他寫是因為他愛 他說愛呢 如同一陣和風 而撩拨著我內心的閒索 發出了聲響 那麼這個心靈的唯語 就是我的文藝創作 所以他心裡 他就是這個復稿很久 他心裡想了很久之後 他看了一個東西以後 他不會立刻寫 他就是通常放在那裡 慢慢想慢慢想 想到他覺得差不多ready的時候 他才開始去寫 所以他是一種創作來的 那麼愛因斯坦他也講過 他說如果你要拯救全人類的心靈 你要拯救一個社會 你要拯救一個國家 你要拯救一個全世界的心靈 你要拯救一個全宇宙的話 要由愛觸發 他這個愛剛好就跟我那個張教授 他們的那個就是不謀而合 所以我說一個科學家 一個物理學家 還跟我們一個文學家 他們思想上是疊合的 並沒有說理科的人就這個樣 文科的人就這個樣 不是的 事實上最後大家的心靈都一樣 而且他的起源點都是一樣的 文學與科學 事實上到最後都是一樣的東西 所以我們不應該有什麼二元論 一元論的這種樣子的那個分辨 這是我個人的一個小小的見解 下面一張 那麼下面的就是讓大家看 就是我家裡有他的書 有《薑飲茶》 剛剛給大家看過了 還有《洋將作品集》的一二三個集 還有我們三在那個在香港買的 我們那時候去了香港 那香港買的 然後最後這個的話是《圍城》 《圍城》的話也是在香港買的 我是開始先讀的是《圍城》 那讀了《圍城》以後 覺得很有意思 但是因為秦中書 他那個看他太太楊架寫過來寫過去 他就去寫了《圍城》 這是小說 小說裡面的那個主角邦宏劍 也是一個就是說 真的是我們普羅大眾的一個代表 做事猶猶豫的 然後總是拿不定主意 然後家裡後來也弄得不是很好 就因為他拿不定主意 就我們一般的人 在生活裡面的碰到的那些事情 可是秦中書說 寫小說寫散文寫這種東西的話 他覺得是Mickey Mouse 這個太簡單了 所以後來他就不再寫了 那《圍城》裡面最聰明的一句話 就是說 城外面的人 就是戀愛中的人 擠破了頭要到城裡面去 然後就結婚了 然後城裡面的人 又擠破頭要跑回到城的外面來 也就是說西方裡面說的愛情 《婚姻是愛情的墳墓》 它是用成這樣一種語言說出來 這個是他裡面很聰明的一句話來的 那下面我們再會提到一點 那麼下一張 那儘管說 那個秦中書說寫小說寫散文是 Micky Mouse 就是太容易的事 所以他後來不再做這個事了 他後來就去 一輩子他就專心在做那個管追篇 管追篇有130萬字 後來他又增補了50萬字 管追篇它是一種口具 他可以一樣的東西 像上天下海的去把它口具出來 然後他寫出來 所以他這一輩子花很大的精力 在做這樣的一件事情 這也是他這一輩子最大的成就 那就是非常專業的那種這樣子 但是如果說你有什麼 你要到裡面去找的話 你都可以找得到 有點像後來的乾隆做的監視集 那樣子的口具 那樣的監視工程 那麼這個乾隆六記 我就跟大家分享你們的片段 我自己特別喜歡的片段 那個楊將是作者 他裡面他說 經受折磨就叫斷念 我們是折磨的話真的斷念 我們的喜怒都是一種折磨 那除了準備 斷念還有什麼可準備的呢 準備的衣服如果太舊 他不經穿 就是他要準備東西 讓錢中書去下放 到幹下去的那個東西來的 所以他說準備的衣服 如果太舊 怕不經穿 如果太結實 怕洗來費勁 所以我就用布縫紊 不亂把那一張的籌子 用縫紊機做了一個毛毯的套子 準備金言不洗 我補了一條褲子 做出像個布滿金線為線的地球衣 而且厚如龜殼 墨存 就錢中書他的那個號 說道很欣賞 說好吉老 村上好像隨身帶著一個坐墊 處處都可以隨處都可以坐下 你看他這裡面 這個他是要先送錢中書下鄉 那他在幫他準備衣物 準備那個然後他呢 在這個的話他就想這個 然後他先生 錢中書他有這個心態 都是很平和的 他們沒有在那種生理死別的 那種困難或者是悲傷 沒有你從他的文字裡 你看不到這種樣 而是他們對一種非常正面的 一種態度來處理他們 所要經過的這些困難 這種心態我在想很多人都做不到 尤其像今天這個世界這麼亂 我們有這麼多人得了這個 covid-19 然後這個pandemic 那個心態大家都很煩躁 很那個那個浮躁的這種樣子 所以就是很多很多的問題 但是我們的修養就是沒有達到 現在他就要跟大家分享的 這樣的一個境界了 那麼下一張 下一個的話也是他那個 他說這是講他這一個寫的的話 是講他女兒了 因為他女兒來送行 給那個楊教送行 然後楊教這時候也要下鄉去了 他說可是我看著他 舉舉獨行的背影 就以前緣 心上七楚 這個是做媽媽的 他忙閉上眼睛 閉上了眼睛 越發能看到他 在我們那破殘凌亂的家裡 獨自收拾整理 忙又睜開眼 車窗外移 不見了他的背影 我又合上眼 讓眼淚流進鼻子 流入肚裡 火車慢慢開動 我離開了北京 幹笑的墨唇 又黑又壽 簡直像了 換了個樣兒 奇怪的是 我還一眼就能夠認識他 你看 這裡你看 就是說 他很多很冷靜的時刻 但是他又非常的深情 就在這裡面這一段 在第一段裡面 就告訴了你 他那個深情情到什麼 情到他自己 都要趕快閉上眼睛 又趕快睜開眼睛 他自己也就在那個盲嚷裡面 就流到肚子裡面去了 我們都是媽媽 我們看著的我們的孩子 那種心情 我都可以理解他的那個 我甚至看到我妹妹 我那個小妹 那時候在那個 她是Sacramento State 畢業的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cramento 然後我開車 我們兩個 我那時候在Porty 我開車送她回到她的 那個學校裡面去 然後看到她背影 走進她的宿舍 我那時候眼睛就 立刻就痠了 然後眼睛就掉下來了 就是那種感覺 就是我自己的小妹 我都會就是動情到那種地步 何況是我自己的孩子 所以自己的話 我看到她自己戴文字 我就有很大的一個共鳴 那麼她說 那個她的先生 很又黑又瘦 她已經在那邊一段時間了 就那個樣子 都不是她人所知道的那個樣子 你看她那個 剛剛那個照片 挺好看的一個人 奇怪的 我還是一眼就認識她了 那麼他們就是到骨子裡面去 他們就是一對夫妻 當然她變成什麼樣 她都能夠看得出來 就是表現了他們夫妻的愛 有多的多麼的深厚 是這個意思來的 下面一張 那麼下面裡面 那個 對 那個班長 他們那個班長 對他們兩老夫妻 因為那個時候已經是68年 1968到1974 是他們那個文革 那麼那時候 你如果算一算 一個1910 一個1911出生的話 他們都是要接近60歲的人了 這樣子 所以她說 班長派我看菜園 墨存是看守工具的 我的班長常叫我去借工具 借了當然還要還 同夥都笑嘻嘻地看我心匆匆走去走回 借了又還 她的專職是通信員 每天下午到村上 郵件鎖去領取報紙 信件包裹等回年分花 我一人手圓的時候 什麼什麼 我們老夫妇就經常在菜園裡面相會 遠勝於舊小說 戲劇裡後花園之鄉約會的情人 你看 她在這個時候還能夠苦衷做了 她還能夠想到西鄉紀 後花園相會 還想到紅龍夢 在她大觀園裡面 在一紅月裡面 她們那些人的那個 還有 就就是說 她能夠在這樣的一個下放的 那種階段裡面 她們還要繼續 去就是 怎麼去瞧擊她們自己的生活 怎麼樣去增加她們夫妻的感情 這也是另外一種感情的一個 就是反應 告訴我們說 她們會其實懂不懂勞力的 在這麼艱苦的時間裡面 她們還是要繼續 滋養她們的愛情 可以這麼說 用比較白的話 可以這麼說 但是她寫得很 很那個 很厘面 不像我剛剛講的那樣子 大白話 這樣下面一章 那麼 還有她講說 我想到解放前行 那就講49年了 許多人恍恍然在往國外跑 我們倆為什麼有好幾條路都不肯走呢 思想進步嗎 覺悟高嗎 墨存長隱 游泳的詞 一代見寬 終不悔 未宜消瘦 人憔悴 我們只是捨不得祖國 捨不得疑 這個疑就是祖國 所以她問 墨存 她說你悔不悔 當初留下不走 那麼那個錢中書說 時光倒流 我還是照了樣 她還是要留下來的 你看他們的那種愛國情操 什麼多麼的 就說同高偉大 那麼同時呢 他們也可以想像到 就是說後來的日子有多麼的難過 但是他們還是安然的走過了 就因為他們有思想準備 他們有心理準備 他們知道他們應該要怎麼樣 讓自己的日子 在那樣危險中 能夠安然的走過 而且受的苦很多了 這個是免不了的 這樣 下面一張 所以這個 他講他的牛鬼蛇神 他說我和同伙 冒雨出席棚 然後凝成像落探機 不料從此成了落水狗 人人都可以欺凌 戲武稱為揪鬥 他那個時候 因為他是教授 結果後來他被揪下來了以後 連他們裡面的保洁員 都可以欺負他們 可以對他們冷嘲熱訪 可以罵他們 可以打他們 這種樣 然後他說有一天 莫從回來 頭髮給人剃掉 縱橫兩道 援出一個十字 幸好我向來是他的禮法師 我也是我先生的禮法師 我們從結婚以後 我先生把我帶去 見習看人家是怎麼理他的頭髮 我見習了一次以後 他就把這責任交到我身上了 所以我就從結婚到現在 都是他的禮法師 所以我看到他這句話的時候 我真的是想笑 心裡都笑出了 開了花了 原來楊將他也是 前中宿的那個禮法師 所以他說 幸好我向來是他的禮法師 趕緊把他的學士頭 改成和尚頭 那就大概剃光了 那麼他自己呢 也被剃去了半邊的頭髮 剃成了陰陽頭 那麼他女兒呢 有兩條大辮子 剪下來的時候 他就存起來了 保存起來了 我媽也是把我們的辮子 都保存下來了 放在那個櫃子的最上面 不讓我們去碰啊去玩啊這樣 小時候都是留兩條大辮子 這樣子 那麼他說 他費了足足一夜的功夫 做成了一頂假髮 你看楊將他多麼的能幹 他還能夠做出個假髮 然後用女兒的頭髮 來做個假髮 然後來把半邊的那個陰陽頭 就是暫時的遮仇 這樣子 不然的話他們走到哪裡 都真的被謾罵 日子 你要看他的那個文章 你才知道 什麼人都可以欺負他們 日子是過的真的是 他說過街勞首人人喊打 這樣呀 下面一張 那麼他說 那個那個那個 我想就是紅衛兵啊 就派給我的勞動任務很輕 只需收拾兩間小小女廁 那原來掃廁所的小牛 父親監督牛鬼蛇神的重任就是他 他自己就是牛鬼蛇神 不出十天 我把兩個搬駁 入離的瓷坑 一個購屋重重的洗手瓷坑 和廁所的門窗 板地都插起的患然一心 他這個的話我看了以後 我特別欣賞他 為什麼 他是個學者 他是做辦公室的 他是教書的 他是寫作的 但是他被派來洗廁所 然後他能夠把他也當做一件工作 把他做的完美 他的完美是什麼 就是把他插得泛然一心 把他插得亮晶晶 讓那些 就原來的那個保洁員都吃驚 沒想到他會把他那麼認真的做好 而且他覺得這個就是他人家派來 他就掃過大街 他都掃得很乾淨的 他是把他每一件他人家給他的事 他都認真的做 而且從這個認真裡面 他覺得他裡面得到了一個新安理 這多麼的重要 也就是說他尊敬 他有一個誠意和尊敬的態度 對他自己 對外面的世界 對所有的人 他不管他是對下面的那個勞動人民 或者對他這些監管他的人 他都心存一個善意在那裡 這個一個購屋重重的那個洗手盆 跟那個弄得那個 我很感動 我真的很感動 我很感動他這個做人的這種態度 下面一章 下面一個slide 那麼這個就講到薑飲茶 薑飲茶裡面的 他其中的一個講到他的父親 他的父親本來是我們那個就是國民政府的裡面的司法部的副部長 後來他也看到裡面有很多腐敗 就是心裡不高興 他就是那個職官 然後就是做那個那個那個律師 他是個讀法律的 有美的 有美的律師 那麼他就自己開宴做律師 做律師的話當然養他們一家人沒有問題 你綽綽有餘 他這樣我剛才說的 只有八個孩子 很多小孩 這樣子 那麼他父親也是很愛讀書的 辦了幾個報紙 這樣 那麼他父親有一次就問那個阿季 就是說問這個楊將 這個我是楊將 他說阿季 三天不讓你看書 你怎麼樣 那楊將說不好掛 那爸爸又問說一星期不讓你看書呢 他他就說一星期都白活了 那父親笑說我也這樣 他們父女同心 在這裡的話他們有一個 也就是說爸爸的潛移默化 讓這個楊將非常喜歡看書 那麼他說覺得自己身做父親的朋友了 這段我非常有很大的共鳴 我跟我父親的關係也是這種樣子 我們我跟爸爸經常就 就是彈書啊什麼這種啊 然後彈寫作 我寫作的話是因為我爸爸啟蒙我 讓我了解了寫作的美妙啊 那看書爸爸會講給我聽或什麼的 所以我看到他們這父子 父女的這樣的對話 我就想到當年 我小的時候我爸爸是怎麼帶我 等到後來父親年紀大了 住在San Jose 然後我就每年都去看爸爸 然後就住在爸爸那邊 然後爸爸每天還是跟我這樣子的 聊天啊這樣子的指導我 這樣子一直到他最後 所以我就很懷念我爸爸 因為那個父親在世的時候 他對我的指導都是無形的 他不會就是 就是鐵青這個臉 然後跟我就說 做人要怎麼做 讀書要怎麼樣 你的工作怎麼樣 他很關心 但是他不會提言逆舌 可是他會告訴我一個故事 讓我明白我回去工作的時候 我應該要用什麼樣的方法 來解決我自己的問題啊 怎麼樣 因為工作裡面的話 也有很多 就是說一些 勾勾坎坎的 坑坑巴巴的事情 需要處理的 怎麼樣 有時候也處理的不好 爸爸跟爸爸一問 爸爸就知道我這樣 下面一個 那麼這裡的話 它是也是佳飲茶裡面的 還有烏雲的金邊 我想大家都知道這個成語 就是西方的一個俗話 他說每一朵烏雲都有一道雲邊 那那個在那個 比武丁未年同遭大劫的人 如果經過不同程度的 那個摧殘和折磨 彼此之間增加了一點了解 會有一些同情跟友情 就變成他們好像就是 就同一條船上面的濫油吧 這樣 那就算是那一片烏雲的 鷹邊或金邊吧 因為烏雲越是濃密 銀色會變成金色 可是停留在我記憶裡 不應磨滅的 倒是那一道還溺著 光與熱的金邊 就在地板 已經接近了書的尾巴了 這樣一樣 這個烏雲的這個金邊跟銀邊 我是因為看到它這個書 我是在2000年的時候 突然之間就很喜歡它的書 然後就買書看書借書 什麼什麼樣 然後就看了很多它的書 也是在那個書裡面 我學習到的烏雲的金邊 和烏雲的面色的樣子 然後以後我就是 每次你看我們法府的話 夏天的時候 五六點就是要下大雨 而下大雨 那個烏雲密鼓 然後之後就下西北雨 我們台灣叫做西北雨 那就是那個很熱的那個 那個那個氣壓 地氣壓造成的這個雲 然後之後就下了好大很大的這個雨 這樣子 那麼這個雨我後來一看 哎果然是有銀邊 也可能有有金邊 然後一直在那個 因為它都是在晚霞的時候 開始下 然後等到那個雨過天晴的時候 它這個那個太陽就躲進來了 這樣我們看那個霞雲 紅霞 那麼你我們就是說 夕陽無限好 只是近黃昏 可是在在陽降的書裡頭 你不會有這樣子的一種悲淒的心理 它反而會跟你說 因為有夕陽 所以有才會帶來黑夜 黑夜才會帶來明天的晨曦 晨曦的話 才會有更好的美好的一天 全部都是希望 連夕陽它都是一種希望來的 黑夜也是一種希望 它告訴你 我們如果認為是希望 它就是個希望 如果你認為它是一個 近黃昏的那種悲慘的話 它就是那樣子的 所以它的文字 就看每個人自己的感覺 自己的領悟 我覺得它的文字 帶給我很多 意想不到的聯想 是怎麼樣 下面一張 那麼我現在講一點 我們殺 殺這個字 我們台灣比較少用 或至少是我自己比較少用 這個就是那個書 也是薄薄薄的一本 也是大概只有160頁 這樣子 它這個封底 這個封底裡面 就是這一段 在這個slide上面的這個字 它說 一個循循秘密的萬里長夢 一個單純微心的學者家庭 相守相助相聚相失 我一個人思念我們殺 因為那個時候 他已經93歲了 那個千元還有錢中蘇 都已經離開這個世界了 他自己一個人 讀守在這個世界上 然後繼續走他的人生 下面一章 下面的是 也是他在這個 我們殺裡面寫的 他說 而且這段我特別的喜歡 我覺得很有意思 他說 我們讀書 總是從一本書的最高境界 來欣賞和品評 我們使用繩子 總是從它最薄弱的一段 來斷斷這繩子的質量 做能板凳的書呆子 帶人不妨像讀書般的讀 政治家就是僑木 或是企業家等 也許把人當作繩子使用 就是說你強不強 你不強我就不用你 那中書呢 帶僑木同志是把他當書讀的 也就是說 中書是個讀書人 也是個書呆子 那麼中書跟僑木是同學 由於僑木欣賞中書 所以後來他的管罪集能夠印 而且印的是什麼 全是繁體字 這倒是對我們來講 是一種福音來的 這個是在他158頁 好下面一個 那麼張鳳 我最近就問了張鳳 我說那你對楊將的感覺是什麼呢 他就給我寫了 他說他翻譯這個唐吉科的是經典 這個倒是 因為在中國大陸 這是第一本西班牙文 被翻譯成中文的書 而且楊將是自修完成的 這樣子 所以他後來就是非常暢銷 那麼田中書評那個楊將是最賢的妻最才的女 那麼這個是所有男士最喜歡的 欣佩尊重信任依賴跟欣賞 這個是講的是非常的貼切 是真的是文如其人人如其文化 人情事態天真自然的流露 往往抽出情誼 這樣子 因為他能看得很深遠 他看得到 就是 這個就是作家的一個本色 他能夠看到很多人眼裡看不到的東西 那麼在六季裡面呢 他講的那個張鳳他說 他說他的女婿不肯迫害別人而自殺 這個他的女婿是自殺的 我記得好像是投河 我不記得是什麼樣的方式 忘掉 那他的女兒前緣都躲居了很多年 他最後的時候 又這裡找到一位良人 他們要結婚了 那麼他就說渡過洪水的大河 去看丈夫 就為了好好活下去 那麼那個翻譯的生以死 那表明他自己的心智 這是張鳳對於楊將這樣一個人 他的一個想法 那我把它就是插在這裡的話 是因為這一段 講到六季 講到這個 自己的寫的七最才的女 這個的話 就是跟那個閃文有關係 說我要在這裡就是做一個那個 然後下面要講的是他的小說 下面一個 他的短篇小說非常好看 他這個就是他寫過的短篇小說 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個短篇小說 我跟你們很快的過每一個小說 而且他那小說裡面的文字 非常的順以外 而且他又寫得很細 而且非常的幽默 對呀 所以讓你看了你不會像要停下來的 每一篇小說大概都是三十頁 所以你就這樣翻翻翻你看看的話 你就會很順利的看完下面一個 所以這個陸陸不用愁 這是第一篇 我通常寄筆記 我寄筆記 我是這樣要寄的 就是說不然的話 久了以後我就忘記了 然後就忘掉裡面的細節 什麼的 所以我通常喜歡就是這樣 這樣的一個寄筆記 這個小說裡面 有女主角跟男主角 女主角就是這個陸陸 那男主角有兩位 一個是小王 小王矮個兒 不好看 外表不好 但是家道富有 因為他是富二代 那麼性情很溫和 那麼第二個男主角呢 他叫湯蜜 然後是藝術凌峰 長得高高 挺好看的那個書裡頭 他們就這樣 是化學系的 他們同校的同學 那可是他是來自農村的孩子嘛 那麼就是家道比較差 那麼性情非常的暴力 那麼有個淋媽 就是他們的射肩 他們這些男生 會到宿舍來找她的時候 都在射肩看著在下面 然後再把女生找下來 就像以前我們讀書的那個樣子 都有射肩 然後那個 扣音機叫 某某人找外找 什麼的 那樣來的 那麼表姐 這個表姐 事實上是我記得是湯蜜的表姐 她介紹了湯蜜給露露 那位露露認識的表姐 然後那個露露又在申請某個假決金 然後那個就是這樣的一個 關係的一個故事 那麼她是裡面有 她說心上亂亂的 因為她對小王她也有感情 對湯蜜也有感情 那麼她又申請了假決金 所以她老師在那邊很猶豫的 然後老師心裡很多小 那個小算盤啦 就是久久小算盤心裡頭 這樣 那麼她就是那個 有一位她說好像有許多螞蟻在爬 戀愛中的男女 就是這種一樣 豐富飛的一個歌 就是我現在忘了她那個名字 她就說小螞蟻 像那個愛情什麼什麼 這種樣子 就我沒有想到 楊將在那麼多年以前寫的這個小說 跟我們後來在台灣聽的那些流行歌曲裡面的描述 居然是一樣的 也就是說時間 時代 都是有一個 不管你是在之前 或者是現在 人的思念 人的思想是很捷徑的 非常非常捷徑 就是連那個楊將這樣的一個寫作者 跟一個寫歌詞的 我目標那個寫歌詞的是什麼的 他們用的文字是那麼小螞蟻 你想想看你在戀愛中的時候 我們都是過來人 你在戀愛中的時候 你是不是心裡就是小螞蟻 就很想見到對方 整天思思念念的 都是在看著對方 想像著對方 這種樣子 很好玩 文字裡面有很多的那種 跟你現代的 我們跟楊將只差了很多歲吧 差了至少50歲在那裡 那我們 可是為什麼我們會有那麼大的共鳴 因為他的文字 跟我們現代的語言 非常的貼切 也就是他以前的文字 到今天還是可以用的 下面一個 下面一個的話 是講那個 另外一篇小說的 叫做Romantic 前面那個露露 我把結局跟大家講 所以你們就不必 對相思爬上心底 那個娘子就寫了 那個露露後來呢 他就說把那個 他就跟湯蜜講 他爸爸就跟他講 他說 他性情暴力 你不要他 這樣的話你將來會很辛苦 所以他後來呢 就跟湯蜜講 湯蜜講說 他們要斷了 然後他就回頭去 要找小王 可是小王這時候 因為湯蜜對他有冷淡的 他就去跟他自己的表妹 就結婚了 就訂婚結婚了 這個時候他等於兩頭露空 可是剛好 美國的講學金來了 所以露露後來就出國了 也就把他解決了這個 愛情上的問題 他到了美國以後 當然另找良緣了 這樣子 那麼這一篇的話 這是第二篇 第二篇裡面的話 他也是有兩個 兩位女主角 一個女主角叫May 只有16歲 蕙雪兒 這個是個小婚婚 但是很漂亮 因為他是那個 好像是爸爸 對 爸爸是美國人 媽媽是那個香港 這樣子的 那麼 那麼 另外一個女主角 這是一個大學生 特別震驚 講話是一百億元的 也是非常的優雅的 一位女性 這樣子 那麼這個男主角 就一個叫彭蓮 是個大學生 那麼他就是在上海嘛 他就倒買倒賣的這樣子 賺點零用錢 所以呢 他就用了他的 那個那個 舊媽的那個首飾 他那時候就住在舊媽的那個 家裡 然後這首飾 因為有人說要找他去 打那個首飾啊什麼的 他把舊媽的首飾 讓那個 就這個金光斬 跟那個仙人跳 這樣子 小說的名字 小說的名字 就叫Romantic 所以就在上面 那個小說的名字 那麼 後來呢 那個 就是跳嘛 就來了 他就拿給那個片子看 片子呢 就把他灌醉了 然後把他首飾 偷走了 等他醒過來的時候 他就在馬路上了 結果後來 在旅館裡面 然後另一 這個那個妹 那個16歲的 那個蕙雪兒呢 就偷偷的把這個東西呢 放回到這個彭蓮的身邊 所以他等於沒有損失 他帶回去了 那麼這個妹呢 很漂亮嘛 所以後來 其實他是片子團裡面的一個 然後就後來就 就那個 那個 跟著那個彭蓮好 彭蓮對他也很 這樣 可是這個妹因為他是個 就是這個 騙子團呢 這樣子走來走去 走江湖的了 兩歲也就是答應他 跟他一塊兒 到他們要逃家出走 要私奔 要什麼什麼的 他都答應了 但是後來他就沒有來 這種樣 這個這篇的那個 這個小說 我並不是特別的喜歡 啊 可是就是說 他也他也寫 這方面的材料 這樣的樣子 就是讓大家知道 下面一篇 下面一篇的話是那個 對 是叫小陽春 啊 這個那個 剛剛有一位那個 聽眾 就說希望把小說的名字寫出來 那括號裡面就是 他的小說的名字 叫小陽春 小陽春啊 這個的話就是 講一個教授家庭 那女主角就是這個余太太 叫慧芬 她是兩個兒子的母親 不上班 就是那時候的婦女 大概都是在家裡照顧孩子 那麼男主角叫余冰 是個教授 40歲 然後剛好這個 不是他們講的 男士40歲的話 就是crisis 什麼叫中年危機 這樣 那麼這女配角就是 胡若渠 是個女學生 是這個余冰的學生啊 喜歡余冰了 然後有個男配角 叫陳謙 陳謙這話 是在追胡若渠的 但是他就沒有路過面 他只出現了一個場景而已 下面 下面一張 所以在這個小人村裡面 他那個 小說的一開頭 他是這麼說 他說 其實是秋天 余冰博士心上 只覺得是春天 誰說他老了 他皮底下 流著青年的血 他的心智 像剛去了 蓋著汽水瓶裡的泡沫 鼓嘟嘟的一直往上冒 他只覺得一雙腳尖 著了模式的站立不安 不由自主想跳舞 他哼哼的一會兒 發現唯一會哼的半個吊子 然後他又看到白石棚裡的南花 他院子裡面的南花 曬在夕陽裡 陽光中的綠葉 好像對他彗星微笑 余冰立刻決定要出去散散步 這個余教授 如果說我們來寫這個的話 我們會說 哎呀這個余教授是樂的手舞足蹈 手舞足蹈 這種一樣 一句就帶過了 可是陽將他就這樣寫 他早龍模式的站立不安 他只覺得一對小將 一定要跳 想跳舞 想跳舞 然後呢他又想唱歌 他就寫出來了 就是非常的形象化 讓你看到的那個畫面 所以你就 這就是他成功的地方 他讓你看到 身歷其境的那種感覺 甚至連他跳舞的那個 鼓鼓的聲音 他唱歌的哼哼的聲音 你都聽到了 這種一樣 連那個南花的綠葉 對他彗星微笑 我們只會說 我看到每一樣東西 都是這樣 都在笑一樣的 他沒有 他用具體的東西來寫 這就是一個寫小說 他成功的一個地方 下面一個slide 那麼下面他就講 他就是他自己 在散步的時候想的 他說 會分是個好太太 頭等好太太 可是一個女人 怎麼做了太太 就把其他都忘了 太太 便不說是情人 不是朋友 多沒趣 就是他希望他的太太 還是情人 還是朋友 他太太就這樣滿足了 做個好太太 趁心滿意的發了胖 準備老了 他指出女人 他說白有什麼好 有女人都希望白 白漂亮 一百遮九醜 他說白有什麼好 生麵粉似的 你看麵粉是白 然後給我太陽曬熟的顏色 寧可曬焦也不要深的 寫的好形象 這個余濱教授心理的 那個心理活動 他寫了下面一個 所以下面裡面呢 他就是他太太 就是他散步完了回來以後 然後他們要吃晚飯了 然後太太就微笑著說 有一個人來找余教授 然後她說 那余教授問他長什麼樣啊 那太太就回答 她說只記得一個 烏黑烏黑的玻底臉 一臉黑毛 說話很雅恨 現在要哭出來似的 這紅肉其實是長的黑黑的 然後那個臉毛比較多了 所以他太太就是描述的 有點刻薄 那余濱大聲 插怪的說 不入群嗎 何至於像你說的那樣啊 對不對 他就反對了 因為他心裡有別樣的想法 所以他反對了 下面一段 下面一段就說 那後來他 他開始這個就是 更男人這40歲的時候 這個心理的變化 他後來想通了 想通了以後他回來了 他就跟他太太說 我們去杭中玩嘛 只有年輕人樂 我們不樂嘛 那麼他太太強項了 好呀 那余濱說 那麼明天就走 余太太太的醫生說 好呀 可是他知道他們絕不會去 所以余濱很多工作要做 他太太要照顧兩個孩子 還是要上寫 所以是行不通的 這個樣子 所以這小洋蔥 後來結局就是這個樣子 下面一個故事 是那個 哦 還有 這段他寫的很好 他說 結尾他說 因為畢竟是深秋天氣了 十月小洋村 已在一瞬間過去 時光不願意老 但回光返躁的 還掙扎出幾天春天 這是秋天裡面的春天 可是到底是不是 不是春天了 所以窗外的風雨 正往屋裡打 余太太覺得冷 她一手複著肩 過去關上了窗子 就是說面對現實 這現實裡面就是秋天 你要把它變成春天 那是不可能的 這樣 所以他叫小洋村 還是秋天裡面的幾個春天 說他叫那個 金木叫小洋村 下面一個故事 大笑話 這個我倒是還蠻喜歡的 這裡面的話 這個場景它都有個背景 背景的話是平淡邪社 在那個北京 是溫家園的讓出來 市上是個墓園 讓出來讓他們 蓋這個平淡學舍 那麼你主角叫陳倩 30歲住在上海 他的先生呢 王世俊 也是個學者 在平淡學舍裡面 那是一個生物學家 那麼他死了 忽然大概就是 Hot attack 或者說那個stroke 什麼這樣啊 死了 然後那個陳倩呢 來把他的東西引回去 那麼他們就是分居兩地 結果那個王世俊一直講 他太太很好 陳倩怎麼怎麼怎麼的 而且他們有個結婚照 那個陳倩是穿著旗袍的 很漂亮的放在那個書桌上面 大家都看到 所以大家都很想要陳倩 看到本人 然後他們還有人把它取得綽號 叫做高湯啊 就是說非常的清高 但是高湯的話是輕而見比 這樣的一個 就是陽城白雪的這樣的一個人 那麼那個男主角是林子儀 但是在北京裡面也是 他是學法律的 民法也是在那個平淡學舍裡面的一個學者 那麼周一群 這個領配角周一群 是林子儀的太太 很熱心 他是個家庭主婦這樣子 然後還有其他的幾個人 那麼還有太外群 就是群眾 那樣 所以他就講 下面一張 所以後來他去領了嘛 所以他就來了北京 這個太太陳倩 第一次他們大家都看到他 看到他以後 他們就要替他 因為他是寡婦了 所以要幫他介紹男朋友啊 什麼什麼的 這種樣子 所以他這個原因有一段話 他說陳倩還是病死了 那麼他們就很欺負這些老太太們 七九八十 就問很關切的說 哎呀是什麼病啊什麼 這就是我們平常 那種樣子啊 幾個太太圍在一起 就哗哗哗哗哗的這樣子講 然後也不管人家的那個感覺什麼 就一直問下去問了那個 他說他們在關懷的 幌子下無恥的好奇 無理的旁問啊 這個講的很很真實 大家問那孩子埋怨他不該去工作 就說陳倩不該工作 但是他還有媽媽 弟弟妹妹 他必須工作負擔他們的生活嘛 這樣下面一個 所以呢 他們就很熱心的要替他 介紹這個一個大夫 叫趙守恆大夫 然後就是秘密的安排一個相親 就請吃飯 然後怎麼樣 那麼這個林子儀呢 他這個是學者呢 他就說 替他太太 他太太的這一夥人很慚愧 因為他們簡直把他陳倩當作這個口袋似的 翻了一個鍋兒 就全部都翻出來 把他的牢底都翻出來 也就是說 在一次見面裡面問的所有的他的家庭 全都知道了啊 就是這個就是 他們呢 難以想像的一種狀態啊 那麼第二天他們就 密謀要把他相親給這個趙守恆大夫 是一個醫生 單身的一個醫生 這樣的一個故事 下面一道 結果後來 單人就是說有很多 內心啊什麼這種的描述 然後裡面呢 朱莉是一個心不好的人 他可能會製造 製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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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謠言啊 很噁心的一個人 那麼這個周一群呢 也是 不是 省油的燈 因為周一群跟朱莉 他們對這個趙大夫 都是有一個 一種心態 那麼趙大夫 覺得這兩位 都很 功率如存嘛 啊 所以就是說被他們吸引的 團團轉 然後他們呢 可能都是有丈夫的 都是死君 死君有父 死父有君 那麼所以呢 他們也就佔入這個趙大夫的心 但是同時又不希望他能夠相親會成功 這種樣子 那麼下面一道 所以呢 啊 那個那麼陳倩呢 他又發現他們在太太眼裡面 他是個高湯啊 所以他很氣 所以他就把自己打扮得很漂亮的去敷衍啊 結果就 讓這個陳子余 林子余心裡很不舒服 啊 然後這下面一個 結果這個 下面一張 那麼朱莉呢 他就 啊 那個 喔對 這個我覺得挺好 陳倩他講的 他因為林 那個林子余就很氣 陳倩怎麼這個樣子 結果陳倩就解釋了 因為他不願意做高湯 因為他也有漂亮的時候 他說 假如為了世界上的不公道 動義憤 可以理直氣壯 自己受了委屈 可以獲達大度 可是做了錯 就知道 活該 後悔是最窝囊 最沒意思的 這個我想我們心裡都有這種感覺 什麼時候是最沒有意思的 什麼時候最後悔的這樣 那林子余安慰他說 還有不知後悔的呢 你只要是自己幹的 總沒錯 然後也對 是有這種無恥的人吧 這樣下面一個 所以下面一個裡面呢 他就 我就是把大家講 就是說 這個 周一群跟這個朱莉兩個呢 他們是用一種 純潔的友情做幌子 那麼 都比趙大夫要大 但是都有一種 虛榮霸在趙大夫的心 趙醫生的心 所以呢 周一群跟這個朱莉兩個之間又不合 因為他們必是有相同的心態嘛 所以就是說那個 所以這個朱莉下面一個 我在想我還要跟他一張 下面一張 所以想盡辦法 不要讓趙大夫出席 就是假裝說有 on call 什麼什麼這種樣的 然後再製造 他又去跟蹤這個陳倩和林子余 然後那個死炸 讓大家都看到他們在一起講話 什麼什麼這種樣的 到最後陳倩在那邊不過待一個星期 去到最後 從最初被熱烈的歡迎到最後是眾叛清理啊 結果這個都是一個騙局來的 那麼下面一張 他就結束著 他說陳倩他最後要走了 他這個那個火鈔票 原來他的那個決定的日期走 他沒有因為多耽搁或者是什麼的這樣 他們跟仲太太道別 但他們卻是淡然陌生的 不理他啊 然後轉身的話 仲太太又大聲笑著這種樣子 所以他上了火車 這個是楊將這樣寫 他說上了火車只覺得身心俱疲 擦掉眼角的淚自覺可笑 懸念火車的輪子 有跌奏的騎身說 大笑話大笑話大笑話 剛才那這笑聲又直追著他 就是說這個這些 這個朱莉他後來還造了一個謠 就是說這個陳倩是寡婦 所以結果對了其他的 有有太太的丈夫 就是說去搶人家的丈夫 就是這樣子的造謠 結果那些太太就對他 不好了嘛 不友善了嘛 然後就切備著他 然後不願意再跟他說話 什麼這種樣子 陳倩就是被冤屈了 在我們的生活裡面 這種歷史我還看的蠻多的 很可憐 那些需要被幫助的人 得不到任何人的幫助 單身的 得不到任何人的幫助 但是也有單身的 他去就是因為這樣的原因 結果害得人家那種破壞了人家的家庭 然後就是搶人家丈夫 這種事情 他就做動身像 他在那個大笑話裡面 他就寫進了這種 那個 那麼這個短篇小說 他跟那個 他的長篇小說叫洗澡 有些類似 這裡他寫的是太太 到了那個洗澡裡面的時候 他寫的一些先生 就是那些學者之間的一些矛盾 怎麼那個縫營 怎麼那個吹捧 這種樣子的 下面一個故事 是我看看是先聊的 良知請問下面 對下面是育人 這個短篇故事育人 也很好很好的一個故事 因為我想時間上有限 所以我就說要很快的過 這裡他這個場景 就是他有個背景 叫上海惡勒中學 這是真的是一個學校 因為他後來的姑姑 就在那邊當校長 所以他這裡面所講的 這個校長 事實上可能就是寫的是他姑姑 他姑姑一生沒有結婚 那女主角叫田曉 她是這個中學很特殊 它裡面的話是有副校 有初中有高中 所以它是一個滿完整的 一個教育的一個系統 那麼女主角叫田曉 她是教小學和初一的數學 那麼男主角是好智傑 是教高中英文的 英文非常好 那麼還有一個女主角 就是房東太太 然後就名字叫美美 然後一個配那個男配角 是方千壽 是那個好智傑 男主角的同學 大學同學好朋友來的 那麼還有群眾 就寶寶貝被姑姑姑父 巧替還有什麼 下面一張 所以呢 這個 這個 我把這個東西還是說 那個培根說 讀詩使人靈秀 所以會寫詩的人呢 他的那個氣質 他的風度 就會比較靈秀 這個小說裡面 就是這麼樣寫的 下面一張 啊 下面他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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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要講秀是什麼呢 沐昕他有一首詩 他叫《從前一曼》 沐昕的詩我很喜歡 所以我跟大家唸一下 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首詩是收集在他的一個詩集 叫《年雀教》 叫了一整天 他說 記得早前少年時 大家誠誠懇懇 說一句是一句 清早上火車站 長街黑暗無形人 媚豆江的小店冒日熱氣 從前的日色變得慢 車馬郵件都慢 一身只夠愛一個人 很長情 非常非常深情的木星啊 從前的鎖也好看 要是精美有樣子 你鎖了人家就懂了 就知道你不在家 這個鎖他就代表了很多的意義 很多的寓意在裡面 就是這個詩他很寧秀 寧秀是一個寫詩的人 通常他的那個 整個面樣子 就是跟一般其他人不太一樣 下面一個 那麼下面裡面就講到這個 男主角寫了一首詩 這是《御人》 然後這個《御人》呢 這個寫了 我現在就不念了 沒有佔了太多的時間 但是他裡面有一個 他說 《寒暴的青春》 《美好的嚮往》 這邊這個 右手邊的這一段 《蠢動的歡心》 《幾度心疑越轉》 《往事皆已沉沉》 《宜人今父何在》 《空日愁悵》 《長愁》 《昌神》 他就寫的這麼一首詩 他就覺得不寫的特別好 因為他先生喜歡寫詩 喜歡詩詩等那樣 明文的 那麼他太太 他就放在抽屜裡面 結果田小看見了 田小看見了以後 他就變成《御人》 就跟他老師這樣 下面一張 下面一張他就說 這個《御人》到底是誰呢 他也不知道 他也沒見過 對吧 對 那麼他們呢 是這樣 他這個背景是這樣 他們是在火車站 在等著要到大後方去 已經打仗了嘛 那大後方去呢 那時候那個郝智傑 已經被聘為 到那邊一個大學去當講師 所以從高中教英文 他現在到大學當講師 所以他很嚮往 所以呢 他就帶著全家人 然後去火車站等那個 可是那個郝智傑家裡有點事 所以他就別玩走 所以當他後來走的時候 後呢 路上遇到車禍 車禍 然後斷了腿 骨頭斷了 就被送到醫院裡面去了 那到了醫院以後呢 他就 就要上石膏啊什麼 所以就 車票要退嘛 因為他走不成了 所以那個太太田小 非常能幹 他在醫院的那段時間 田小 先把孩子 就寶寶跟貝貝 帶到姑姑家裡面去住 然後他趕快外面找房子 找了房子以後 租房子 就房東太太 房東太太的先生 然後之後再把先生 從醫院裡面接回來 就一個條大石膏腿 然後在家裡頭這種樣子 那麼這個育人呢 是因為他小 就是說走不大學的時候 跟他的好朋友 好朋友就是那個 剛剛講那個男配角 總是會到那個房東太太的家裡去 那時候是他朋友了 他有個大房子 那個美美那時候才16歲 那麼那個見過面 然後那個 這個美美呢 交小姐 富家小姐 所以就說不學好 也不好念書 就是愛吃愛玩 這種樣子來的 然後爸爸又想說 爸爸是高官嘛 又想說把他送到母國去念書 那就想找個比序 一起過去什麼 什麼樣子 這樣的一個過程 那麼這個後來這個育人 這個書裡面寫的很好 他說育人越長越大 一切非現實的想望 都成了育人 一切不滿現狀的情緒 都是為了育人 這回他要去後方當講師 也是去找他的育人 所以育人始終 一開始的時候 不知道是誰 就是一直都是育人育人育人 然後育人後來變成一個代名詞 下面一個 下面一張 所以那個 可是田小因為他要照顧寶寶貝貝 又要去租房子 又要什麼的 太能幹的一個女人了 那個 而且是非常理性的 他不是那種感性的 那個好自己 他丈夫就是一個感性的人 所以田小說沒有威脅他好強 但是他很講理 他這樣那個楊家他這樣交代 然後他答應說寶寶貝貝等爸爸回家 要慶祝一番啊什麼的 然後燒肉啊什麼什麼的 然後那個 那個好事節 那個已經接回來了嘛 就是說育人變成是一個很遙遠的夢 下面一張 下面這一張的話 這個房東太太 這個貝貝口中叫這個房東太太 叫猴屁屁 因為房東太太粉插得很厚 那總是插得 這個醃製太多 所以他叫他猴屁屁 那麼他們呢 把一樓租給了這個 這個田小他們一家人 本來是要租給他的那個好朋友的 那個好朋友已經到大後方去了 所以就轉給了這個田小他們家 剛好他們就補上去了 那麼結果房東太太就住二樓 二樓的話 他 黃東太太跟黃東先生吵架 就是說 先生埋怨他 怎麼把這個一樓租出去了 因為不是要賣房子嗎 怎麼現在這樣又租掉了 而且他又有大 很久不會很短時間的 所以他們樓上吵架的時候 他樓下都聽到了 那麼田小就有一天 週末時候就把這個故事 這個房東去嘛 講給他聽 當然黃東太太就是很會 揍人家 就是上海人說的 就很會賺便宜 就是他自己裡面有他的洗手間 但他不讓用人用 他有兩個用人 他老是叫用人到後面去公共用的 他就是事實上他是租給了田小 那田小可以專門用 那麼那邊總是有問題 然後鄰居也跑來用 這種樣子 後來他發現 那個合約上寫的是租給他的 所以專用的 然後那個房東太太 又把鑰匙藏起來 還是繼續叫用人來用什麼 所以他就是 這裡面的那個故事寫的 非常的精巧的這種樣子 下面一章 一個那個slide 楊之請換一下 那麼後來他就那個 再請換一下 哎 沒有換 沒有沒有換 然後那個 就後來這個 田小就跟他先生兩個人說 那我們要怎麼樣把鑰匙偷回來 不能老 這樣的話就是 昨天弄得髒兮兮的很麻煩 然後弄壞了還在修錢 修錢去修他 當了一個戒指 去做了這個一樓的什麼 這種樣子 就是 然後就叫他先生要跟他配合 他先生就在樓室 在那個窗戶裡面看 看有誰偷跑 去拿大喝一聲 什麼這樣 結果發現 這房東太太就是那個美美 然後美美 所以那個 許太太 這個房東太太 就許太太就脫口叫 哎呀 好家哥哥 就是上海人 他們都是 好家哥哥 這種樣子的 這樣子 做家母媽 做家爸爸 這樣子叫 他們這個稱呼是個習慣 那好事件 為了大家喝一聲 就啞口胡聲 哦 梅梅嘛 這種樣子 他們上海人喜歡諜音 就是說 梅梅嗎 秘密嗎 秉雲啊 什麼這樣 我就叫秉雲啊 這種樣子 那麼 因為許太太急著要賣房 所以改口叫田小趕快 就他以前就叫他這 中文不好聽的那種話稱呼 他現在他就叫他 好家嫂嫂 很親熱的 好家哥哥的這樣的一點 像他們般 結果這田小很厲害 他就這麼 這樣的一個故事 然後後來下面一張 下面一張的話 他就是說了 他們父親兩個人的對話 很可愛 他說田小對好字節說 我在想 我倒是怪你了 你的育人 搶了我的丈夫 原來是我搶了他的 因為他們原來是有意 要讓這個好字節 陪著這個梅梅 本來是他的同學 但是同學的父母反對 因為覺得這個女孩不好 所以呢 就沒有 他們就想到好字節 好字節的話 這個他的好朋友幫了他 就說沒有在意 替他去傳話什麼 怎麼樣 所以他的好字節就說了 他說胡說八道 可他心上有點惭愧 假如你娶了他 然後他親生就回了 找離了 然後他太太就婚 也不見得 假如他有一個好爸爸 就不會讓他老早結婚 假如他結了婚趁薪 就不會賭錢 假如不賭 大概就不會抽大煙 那假如不會抽大煙 大概就不會賣房子 他賣了好幾棟 他爸爸給他留下來的房子 下面一張 所以那個 然後好字節就聽他接下來說 假如他不抽大煙 臉上沒那麼黑氣 就不用塗成活兒屁屁了 就不要用粉去把那個黑氣弄掉 那太太就說仍然是你們育人 那麼他親生就很氣說 不要別廢話了 我現在承認自己的確是好運氣 天大的好運 娶了你這個太太 明天就到二樂去一趟 我們就搬到他儲藏室 但是學校 那個中學是給他一個儲藏室 做宿舍的 他說他不願意去後方 他就留在這裡 反正就是 那他太太就諷刺他說 為了你的育人 甘心一輩子賣給二樂了 然後好字節就說 他想明白了 故事就到此這樣結束 很好看的一個小說 它裡面的細節 我現在沒時間跟你大家講 可是很好玩的一篇小說 這個育人 從頭就讓你不知道 這個育人到底怎麼回事 到最後才揭曉 這個是寫小說裡面的一個很重要因素 你要有懸疑在裡面 下面一個故事 下面這個故事這個鬼 這個我大概就不 不過我們就跳過去好了 那個下面就不要了 這個鬼 在下面 在下面 事業 事業的話就是講 上海的一個中學 他這次他把這個中學的名字叫求食女中 有副小有初中有高中有還有宿舍可以讓遠地來的人寄宿這樣子 那麼這個校長是由媽媽開始的 那就周泰先生 然後他的女兒叫墨先生 女中女兒 是個女孩子的 然後沒有結婚 就為了這個試驗 就為了這個學校 教育試驗 他們裡面的學生 每個人都有花名 都有那個綽號 就有花生米 陳寅有小海夫 什麼什麼樣的 那麼這個老師 這個校長 他們下面一張 很有意思 下面一張 那個他就說 他們要去出去Future 那個他們那時候有Future 他們那時面初中 他說一輩子只有一個春天 這個校長他自己認為一輩子只有春天 但是如果我們今天來看的話 我們一輩子不是只有的春天 春天是存在我們心裡的 我們可以一輩子都是春天 而不是只有一個春天 我想看你是怎麼看你的日子 看你的你的一輩子 是這樣的樣 那麼他們就是說 他們幾個人就在討論嘛 然後這個因為要去Future 就很開心很那個的 對 那麼等到他們後來念高中的時候 他們就在說了 他說求食是莫先生 就校長擴大了自我 那麼怡雲是一個 也是個 就說這個校長特別喜歡的學生 他不拿薪水是苦肉劑 因為莫先生是不拿薪水 校長是不拿薪水的 但是他就是把這個學校 他的家產捐出來 然後再辦這個學校來的 那麼下面一張 然後他說他們每一屆 畢業生都要募款 用不同的方式募款 然後又很成功 做完了什麼什麼 怎麼樣 所以這個李云 叫陳雨云 他就說我們的莫先生 把自己犧牲的精光精光了 他就把全部都 連一生的婚姻 他沒有家庭 全部都奉獻給這個學校 然後還說 我說他弄得誰都不跟他好了 因為他就是為了這個學校 所以他總是利用人 拿去就是把這個學校做得更好 這種樣子來的 然後又說 另外一個學生說 他就像個縱容孩子的媽媽 不覺得自己的孩子討厭 然後李云又說的 他明知道人家不願意 也有本事叫人家 乖乖的順著他的意思蓋去 隨你恨他嫌他 他害死了自己都不計較 他不怕人家罵他 他只要被求使好 就這個學校好 他就願意他要做的事情 這幾句話幾個對話 就把這個老 這個校長 他的個性 他做人 他的目標 都很清楚的描述出來了 這也是這篇小說成功的地方 下面 這個事業指的就是這個 這個求食中學 那麼日寇佔領了他們的城市 說他搬到上海來 要的副校 所以他要怎麼辦呢 他要找他的學生 然後來來把學校 副起來 然後這個時候他就 陳宇明他很喜歡的一個學生 剛好隨著他的先生李醫生 到美國一年 然後這時候剛好回國了 所以這個校長呢 從他一個學生那裡 他本來是想說用無數 就嗚呼 去做校長 結果他發現 陳宇明回來了 所以就去找了陳宇明 出來做校長 陳宇明當然不肯 可是這個校長的話 就求啊 最後的話就說 很乾脆的最後他就講 是歸你全權處理 我就走了 所以就是說 這個校長他做事非常的明快 他想要幹嘛 就怎麼樣子 他也不跟你囉嗦 宇明的話 他就一個個性 就是他有點猶猶猶猶的 這種樣子 總是有家庭 家庭的那個負擔 什麼這種情緒在那裡面 所以宇明沒有辦法 他就把這個學校 就扛下來了 然後在那邊復校 然後再把他的那個 做校長 然後董事會也都很喜歡他 什麼這樣 下面一個 那麼那個 校長吐血了 病了什麼的 然後他的學生 就是逃離滿天下 有一個是在那個 醫院裡面做配藥員的 就把他擰到學校裡面 去幫他安頓 讓他什麼就是療養 怎麼樣子的 然後這個校長 又是很理性的 他說我不能占你們的便宜 怎麼樣 那麼結果他那個 那個學生就把他 找了一個位子 也是做個配藥員 然後他的學生 就教他怎麼配藥 校長就很欣慰的 心安理的 他就養病 那個地方挺好的 一個地方來的 那麼他就說 校長說了這句話 他說我現在覺悟了 就下面這一段 他說我從此 再也不求人家 為求食欺生了 求食待人 不如一個腐敗 透頂的療養業 真是天下之大 無所不包 腐敗也有腐敗的用途 所以他以前是飢餓如仇 現在他年紀大了 終於瞑目了 也知道 從腐敗裡面 事實上 社會還是會得到好處的 下面一個 好 那我們這小說 那個短篇小說 這一部分我都講過了 你們大家不曉得 會不會因為我說過了 所以你們會很想去看 因為這個書 你們大概 我想 在香港 甚至在Google上面 應該都買不到的 洗澡 這是一個長篇小說 我剛說了 這一篇裡面 事實上是那個大笑話 裡面那邊延伸出來的 大笑話裡面 只要講的 都是太太們的事情 到了這個洗澡裡面的話 就講到那個學者之間的那些 那個爭鳴奪利 各式各樣的事情 那裡面當然也有男主角 也有女主角 那裡面也是有個 挺有意思的故事 但是我現在就不說得多 免得把迷底都拆穿了 你們也不會想去看這個書 那麼 這裡的話 它有三部 三部的話 就是 采風 采飛 然後第二部的話 是 如斐晚衣 這個晚那個字 中文打不出來 所以我用拼音的 然後第三部就是 蒼浪之清水溪 然後最後是紋身 它有前沿 也有紋身 下面一張 下面的話 它就劇本 劇本裡面 它有三個劇本 它都弄甲成真 稱心如意跟風曲 那麼這個 稱心如意和弄甲成真 就非常的出名 那麼 弄甲成真的話 就是到現在還在演 到2014年還在演 現在可能還在繼續 在演話劇 下面一張 最下面的話 它有論文集 春年集 關於小說 隱身的串門 隱身的這個的話 主要是他跟他先生的一個對話 他說 他問那個錢中書 你最想要 假如這個 我們能夠有魔法 然後想要什麼 就有什麼的話 是什麼 他說是隱身 然後那個 他問楊江說 你是不是也是這樣子想 楊江說 是 他也是要隱身 然後因為有隱身 他們也演化了 就很多的那個 他們的觀點 什麼什麼這樣 因為在那個大時代裡面 太多的那個 不公正的事情發生了 比如說 他被揪到台上去鬥爭 什麼這種的話 所以他能夠隱身的話 這些災難 可能就可以避掉 有時候我在想 他這個 為什麼最想要的 就是隱身 那麼這個 在那個 Harry Potter裡面 他也是有隱身衣 那個隱身衣呢 他這個一套上去以後 那個 他就可以到 走到哪裡去 都沒有人知道 他在那個地方 所以你看 這個是多久以前的著作 然後 Harry Potter最近的著作 裡面 他就隱身衣啊什麼的 那裡面還有一個魔鏡 Harry Potter裡面 有一個魔鏡 那個鏡子裡面 他可以看到他自己的爸爸媽媽 那個爸媽媽都死了 那樣 所以可以看到過去 失去的人 這個魔鏡 我也很喜歡 假如有這麼一個魔鏡 也是非常好 這樣我就會看見我 到天堂去的爸爸媽媽了 下面一個 所以下面一個的話 他也翻譯了 大家都知道 唐吉克德是非常的聰明 基尔布拉斯 我就不太清楚 小賴子 還有裴多 那這個 下面一個 下面這個的是那個 楊將的書法 他還有在我們 他後面還有附了 其他的那個草書 這是他的楷書 他說 中蘇君及管辰子 大學者兼小說家 戲政管辰作者 楊將任生四月 中蘇君是前中蘇的禀 他也是有過用管辰子做禀 那麼他是個大學者 他是教授 那麼也是小說家 因為他寫了圍成 所以管追篇 這個管是指的是管追篇 管是以管虧天 以追赤地 這是在裝置裡面的那個 所以他用那個管追篇 做為書名 然後成就是圍成嘛 這個樣子 下面一個 所以那個楊將的書法也挺好 所以呢 這個是我個人的看法 也與朋友的一起的看法 就是說楊將的散文作品 其實他們小說也一樣 他語言沉靜簡潔 他不如綠綠唆的 沒有 然後比蜂呢 平淡有力 他很平淡 但是非常有力 因為他很接地氣 但是他說的是質地有聲的 用字 揮諧幽默 這個已經 剛剛大家都領略到了 就是說 不是有時候是玩耳一笑 有時候是讓你哈哈大笑 有時候只是心裡 哈 對 我也曾經有過這樣的糗事 這種樣子的 那內涵有深度 亦動亦盡 可以就是說 他的那個深度的話 就是你要慢慢自己去體會 不是說 有的不是明言的 是都比較隱晦的 這樣子的意思在裡面 但是那個隱晦的那個寓意呢 實際上還是讓你會會心一笑的 哈 那麼心態樂觀豁達 這點我們大家都看到了 而且勵志鼓舞 對於就是說 身處於痛苦之中的人 或者身處逆境的人 他的書 他的文字 都可以達到鼓勵的作用 因為他讓你知道 哎 不是我一個人在受苦 天底下跟我一樣 受苦人很多的 而且這個受苦 你看到楊將的哈 你知道他這個苦 這個坎會過的 會有明天的 希望是在明天 你可以從他身上知道 這坎會過 而且明天會更好 就是他自己的一生 被作為我們借鑒 這樣子 那麼所以引起 獨者的共鳴共振 下面一章 好 這是我自己的總結 就是說他呢 他不會很囂張 他也不會很保護 不會張揚舞爪 他因為他懷有敬畏心 有平常心 還有慈悲心 非常善良的一個女人 而且因為他善良 而且雖有善意 而且對人很尊敬 所以我說他是一個 有誠意與尊敬心態的一個作者 你讀完他的東西以後 你會回甘 就是會有那種甘甜的感覺 慢慢的回來 所以是有一種 回甘的一種心得 一種感覺 下面一張 講的這就是楊教 他後來到2015年 還是全部出版 他的所有的著作 總共有八卷 這樣子 那麼你看他老年的 他的那個臉 非常的思想 而且是非常的快樂的 那樣的一個表現 這個應該是最後一張吧 對 所以我這邊 我有我的email在這裡 假如說 有人還想更進一步的 多了解 楊教 或者是要願意跟我 分享他們的心得的話 你就可以寫email給我